随着时代的发展 过去各种层出不穷的成功学法则 都不断地在知识迭代中被淘汰 而留下的就是通过了大量的研究 被实际证实了的最有效的成功方法 在这个视频内 你将会学到一个 颠覆传统成功学理论的新时代成功法 大家好,欢迎来到艾伦的阅读空间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本跨能制胜 首先,这本书的封面 简洁明了地展示了一把瑞士军刀 瑞士军刀集合了各种功能为一体 完美地提升了这本书的核心观念 涉略宽广,观点多样 累积多元经验 才是新时代成功的重要因素 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 大卫·艾波斯坦 他在编写这本书之前 花了大量的时间 来研究各种领域的顶尖代表性人物 这其中包括了音乐家 发明家 科学家 以及运动员等等 他发现 大多数的成功人士 在真正成功之前都绕了许多路 做过不同的工作 曾经在不同的领域中学习 最后才在某项专业中大放异彩 所以通过了这项研究 他总结出了 《跨能之胜》这个观点 这本书的影响力之大 让他在还没上市之前 就已经荣登了亚马逊分类畅销榜上 获得第一名 而这本书也被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选为2020年 五本年度选书之一 并发布在个人部落格上 《跨能之胜》这本书 强力鼓励人们 尽量尝试新事物 不要被刻板的思维所局限 你可能会觉得惊讶 比如赢在起跑点上 又会是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 极有可能会成为 我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通过他的研究 他证实了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 累积多重专业 拥有横跨不同领域的技能 才是提高自身竞争力 最有效的做法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与之前阅读过的刻意练习 是互相对立的 刻意练习讲的是专注于一项技能 通过练习技巧 来帮助自己成为该领域的大师 而《跨能之胜》 倡导的则是多方尝试 将一切的经验以及知识结合起来 帮助我们达到成功 那么在接下来的视频内 艾伦将为你整理 以及讲解书中的内容 帮助你了解 为什么《跨能之胜》 才是在这个时代中 获得成功的秘诀 在那之前 如果你对各种书籍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别忘了订阅艾伦的频道哦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艾伦新视频的通知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许多人都相信 若是想要成为某方面的大师 就需要从小努力不懈的练习 因为一般上 各种典型的伟人传记 又或是主流媒体 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所以对此 我们都深信不疑 但这真的是事实吗?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两位球团巨星的对比 高尔夫球界的世界冠军 泰格伍兹 从小就进行系统性的训练 他在七个月大的时候 父亲就递给了他一只球杆 从此 他的高尔夫球生涯就正式开始 通过儿时不断的训练 这让他在日后的赛场上 所向披靡 甚至还实现了大满贯的壮举 泰格伍兹从小就经历过系统性的训练 这点 其实与艾伦在刻意练习这本书的视频内 所提到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例子 是一样的 然而 另一方面 网球天王罗杰·费德勒所走的路 则与之前的泰格伍兹完全不一样 费德勒并没有从幼儿时期开始 就进行刻骨的网球训练 他反而是在十岁出头的时候 才开始对网球感兴趣 在那之前 他尝试了游泳 拳击 羽球 滑雪 以及足球等等的运动 只要是运动相关的项目 他都会尝试 正是因为热爱运动 他在练习各种项目的时候 无意间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锻炼出了过于常人的机动力 以及协调能力 这些都在他之后的网球职业生涯上 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直到最后称霸球团 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来自乌克兰的拳击手 瓦西里·洛马琴科 他曾经创下以最少的比赛次数 在三个不同的量级 取得世界冠军的记录 与一般的拳击手不同的是 他在小时候并没有专注于练拳 反之 他学的是乌克兰传统舞蹈 一个看起来与拳击完全没有丝毫关系的项目 之后 他也尝试了各种的运动 像是网球 美式足球 以及篮球等等 他承认 这些不同领域的练习 都大大加强了他的足上功夫 为他日后的拳击比赛生涯铺路 所以 费德勒以及洛马琴科的例子告诉我们 通往成功的路并不只有一条 而且起跑点并不代表一切 只要多做尝试 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略 最终也一样的不成功 在作者爱波斯坦的研究当中 就发现了许多的成功人士 在成功之前 都经历过兜兜转转的过程 在不同的领域中累积经验 最后才找到了某项特定领域 并大获成功 过程可能会比较耗时 但是 若是与最终的成就相比 一切都是值得的 要知道 马云经历了千辛万苦 无数次的失败后 才创立了阿里巴巴 张忠谋先生 在56岁时才创立台积电 麦当劳创办人雷·克洛克 也是在53岁才创业 反观现今社会 许多年轻人一入职场 就被无形的社会模具所定型 我可以肯定的说 在这个世界上 有90%以上的人 都不喜欢目前的工作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待在舒适圈内 大多数的人都不敢做出尝试去改变 会觉得 现在才开始尝试新的跑道 会不会太迟了呢 又或是 我的工作那么忙 怎么可能还有时间 学习新的事物 可惜的是 这就是现今社会的常态 其实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赢在起跑点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敢不敢去拓展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在不同的领域中 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以及知识 在机会到来的时候 就能够实现跨能制胜 而提到机会 就会联想到接下来的第二个要点 懂得结合不同领域的知识 才能把握机会 在过去 古人们都是过着一人一种职业的生存模式 比如 一个农夫就只需要精通种植技术 一个音乐家就只需要专精于音乐等等 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 人们需要掌握不单只一种技能 而是多项技能 或是知识的组合 这样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而在人生中也是如此 无论是在职业上 投资上 又或是种种的生活情况上 只有掌握了多项的技能 以及知识 才能够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紧紧的将其把握 最后获得成功 这里就让艾伟来为你讲解一个企业故事 大家应该都听过任天堂这个公司吧 它是一家来自日本 主要从事电子游戏行业 以及贩卖玩具的公司 但是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任天堂一开始 是以生产一种 名为花闸的纸牌语系起家的 1950年时 任天堂是一家拥有一百名员工的中小型公司 但是 随着薄清哥弹珠台的兴起 造成纸牌花闸的销量 一落千丈 任天堂公司出于无奈 必须要尽快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 公司雇佣了一位名叫横锦军平的电子毕业生 这位毕业生的成绩并不怎么出众 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得以毕业 取得学位 但是 他有一点却与别人不同 那就是他的嗜好十分的广泛 他喜欢机械修理 模型火车 弹钢琴 以及轻装浮潜等等 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略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喜欢造物 要是根据字面翻译的话 这里的造物就是指开发 以及制作各种小玩意 在进入公司的前几个月 他几乎无事可做 于是便发挥了自己的造物才能 利用公司的物品以及工具 剪裁出了一些实质型的交叉木片 制作出了一个简单的可伸缩式手臂 并在外端连接了一个抓取装置 只要按下手把 手臂就会延伸 抓取装置就会闭合 这个小发明能够用来抓取远处的物件 怎么知道 这么一个小小的发明 碰巧被董事长发现了 觉得十分有创意 便立刻下令将产品包装后进行贩售 这就是任天堂出版的第一个玩具 并且销量达到了120万组 君平的这么一个巧思 为公司化解了花闸销量下滑的酒精 并开创了一条贩售玩具的新出路 之后在1977年的某一天 君平到东京出差 他在新干线的列车上 无意间看到一位男士 正在把玩计算机 以打发时间 于是他突然有了想法 想要打造一个小小的掌上游戏机 让人们在空闲的时候也能够节节闷 他再次利用了自身的创意 加上自己电子学背景的专业知识 再融合了造物的能力 最后他把准备好的计划书 呈现给董事长 接着任天堂便与当时的计算机制造厂商 夏浦公司合作 打算将这款产品量产 并推出市场进行尝试 最后这款集合了液晶荧幕 时钟以及游戏机功能为一生的 Game & Watch 携带式游戏机一推出 便打破了公司对于这项产品 1万台的预期销量 但是第一年就卖出了60万台 Game & Watch这项产品畅销了11年之久 总销量为4340万台 大火成功的Game & Watch 变成了接下来 任天堂每一代电玩主机的雏形 奠定了任天堂在电玩市场上的地位 继Game & Watch之后 任天堂还继续推出了新型红白机 以及Game Boy等经典的产品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而横井君平也成了后来任天堂开发部的部长 可以说要是当时的君平 除了自身电子学的知识以外 并没有掌握其他技能的话 他也无法将各种灵感以及想法实体化 就更不可能会有现在的任天堂了 所以说只有掌握了多项的技能以及知识 才能够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紧紧的将其把握 创造价值获得成功 这也对应了那句经典的名言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倡 不要过度依赖单一专业 过度的专业化 会导致一个人的思考变得狭隘 往往在面对问题时 只会朝着单一的方向进行探索 甚至会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时常都被劝告 想要打破这种思维僵局 就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 在心理学中 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定式效应 这是一种认知偏误 讲解的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时 即使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也会更倾向于使用自己习惯的方法 一个人越是专业化 就越会被自己的专业牵着鼻子走 导致自己被蒙蔽的双眼 就好比身处于森林之中 到处都是树木 完全分辨不出方向 而要是以局外者的角度 从上方俯瞰整个森林的话 那么一切将一目了然 很多时候 许多专业领域的门外汉 反而能够解决 连专业人士们都束手无策的难题 这个情况在书中被称为 内行门外汉思维 在历史上 就有着许多因为这些门外汉 而改变世界的例子 17世纪 法国伟大军事家 拿破仑就在带领军队 在战场上厮杀 那个时候 他们正面对严重的军粮短缺问题 士兵们在一趟的行程中 只能够携带几天分量的军粮 而在当时 人们还没有找出有效保存食物的方法 这造成许多的士兵 因为饥饿而死去 于是 拿破仑公开悬赏 不惜一切的代价 要获得有效的食物保存法 许多当时最出名的学者 或是科学家 都纷纷提出意见 这其中包括了来自爱尔兰的科学家 又或是现代化学之父 罗伯特·波伊尔 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一个世纪 人们在寻找食物保存法的进展中 仍然没有任何突破 当科学领域内的大师们 都姐姐败退的时候 这时 一位甜点师站了出来 他叫尼古拉·阿佩尔 阿佩尔这个人 是一个美食界的斜杠通才 凡是以食品有关的东西 他都能够站上边 并身兼葡萄酒商 厨师 酿酒师 以及腌制食品制造商 等多重身份与医生 正是因为他对各种美食领域 都有所涉掠 导致他对食材的认识 比任何人都来得深 对于保存食物这方面 有着独家的见解 他先是将食物放进玻璃瓶内 然后将其密封 并放入废水中滚烫数个小时 以杀死细菌 他的独门食品保存法 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营养成分 并且方便携带 完美地解决了战场上 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 之后 阿佩尔在玻璃瓶的基础上 进行改良 最后发明出了罐头 他的发明 不仅在当时的食品界 掀起了一场全新的革命 甚至也影响了我们现代的生活 在发明出食物保存法后 阿佩尔说到 我在厨房 酿造所 食品工厂 以及仓库里的日子 可不是白呆的 当各位顶尖科学家们 想破脑袋都找不出方法时 在紧要关头 站出来提供解决方法的 反而是一个虽然在食品界打滚多年 但是却对科学研究 毫无经验的内行门外汉 阿佩尔巧妙地运用了所有的知识 结合了各方面的经验 最后完美地解决了 困扰科学家们 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难题 若是要以一句话总结这个章节 那将会使 知识的深度固然重要 但很多情况下 知识的宽度 反而更显得举足轻重 这本书刷新了我对成功方法的认知 原来通往成功的路并不只有一条 每一个我们所经历过的挫折 学习过的知识 又或是不经意间接触到的事物 都会在无形之间 慢慢地为我们的成功铺路 接着让我来再次总结书中的精华 在现今社会 每个人都需要的是跨越各种领域的能力 以及思考方式 这样才能够在日益竞争的现代社会中 生存下去 对于艾伦来说 《跨能之胜》这本书的内容条理分明 读起来也浅显易懂 书中的案例也十分具有启发性 这是艾伦目前为止 阅读过最喜欢的书之一 强烈建议你可以考虑买来看一看 此外 艾伦也推荐各位去看一看 《刻意练习》这本书 就如影片一开始所说的 《跨能之胜》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与刻意练习是相对的 但这两本都是十分值得阅读的好书 艾伦相信 在看完这两本书后 你将会对个人成功这方面 有全新的见解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记得点赞 留言 以及分享哦 最后 别忘了订阅阿伦的频道 我将会继续为你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书籍 拜拜